锦衣卫 专门监视那些三平以上的文武大臣 皇亲国戚兵官大力 连咱的儿子都可暗中监视 不该放刘公走啊 为怀啊 刁民们会不会拥他做旗帜 视他为主星 在书房北角发现一堆灰烬 他烧什么呢 在下锦衣卫无风 儿臣担心承担不起大业 爹啊 一定把那些贪官无力 骄兵汉将们全都清理干净了 把大明江山打造得齐齐整整地交到你手里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天下是咱爷们打下来的 就得咱爷们尽情地享用它是吧 皇上皇兵长 皇上皇兵长 站出来 亏了你还是驸马 连一点皇家的尊严都没有 不愿意归养的 好自为之吧 刘伯伯历来认为 骄兵汉将是盛事祸狠 咱们也没得住他 他干嘛要把我们赶紧杀绝 嘎伯儿 疾病六万 贺官难下 还得依靠你们这些 骄兵汉将去杀敌护国 末将只有一个任务 请身上霸卷六宝文 打开门吧 他们说你什么大奸四中 擅权乱正 叩庆皇上讲罪 你要是没人弹劾 咱哪还真不敢信用你 朝廷答应该保护上瘾 什么时候能下来 皇上不在家 我做主了 咱共同敬大哥一杯 这红文雍能啊 从没怀惜将我们的大哥了 你要抗执吧 喝了 要令你毒 你是不是经常向黄山行宫 递奏秘者 不是经常 而是奉旨每日递奏秘者 该说谎了 我想说 用不了七八年 他就会龙欲西天的 害子作朝 有当正 要杀有杀 爹死了以后 你是斗不过他们的 这荆杰啊 就像是皇帝的权杖 趁爹现在还活着 把他上面的刺 都给你炉干净了 你这样才拿着顺手啊 皇后听旨 立刻睁开眼睛 睁开说话 太子啊 你这手怎么这么凉啊 李擅长 兰玉 等二十八人 斩首 并诸九族 诸阳将 无解无义啊 二虎啊 你知道咱的事太多了 末将明白 未来乐乐台 朱元璋最终回